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刻见了少婉 愣是开心的像个孩子 而少婉大概是因为沉睡了太久的缘故 对这四海八荒的事情 总是充满了好奇和新鲜感 就在上次离开青秋之前 还特意回了一趟魔族 看着她的子子孙孙们都还听话 便也安心地与燕池雾交代了两句 再而回到昆仑须 此刻见了凤九 少婉也是极为高兴 但见到凤九的一身这装 少婉又皱皱眉头 道 小九九 你第一次出现在我梦中是一席红裙 怎么自我醒来之后 你便很少穿红色了 反倒学着东华那老东西穿起了紫色 老东西 这天上地下 也就少婉敢无所顾忌地如此说东华帝君了 但这大敌也是因为东华帝君本人不在 如果在 少婉可能会颠量一下 东华帝君会如何 回对自己才会决定自己要不要讲这一番话 可是 就算东华帝君不在 凤九在啊 在凤九心里从来不觉得东华帝君与老 这个字占编 在他心里 东华帝君始终帅气无比 无论是在凡间还是在犯阴古一或是在阿兰惹之梦 帝君冷漠有冷漠的高冷气息 受伤了有受伤的脆弱之美 总而言之 在凤九心里眼力 东华帝君是天上地下第一完美神仙 因此 凤九在听到少婉如此说东华帝君之时 立刻一脸颜色又带着骄傲的小表情 冲着少婉说道 我家东华才不老呢 众人见凤九有些着急的模样 都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这一笑 反倒让凤九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 瞬间更加难为寝 你们在笑什么 白浅清亮的声音出现在了青秋 众人回头一看 原来是白浅和叶华一同出现在青秋 两人还没到便听见青秋传来的笑声 于是方一落地 白浅就迫不及待地问 折言见状随即招呼两人入座 叶华倒是很随性地去向了茶席 白浅则是走向了少婉和凤九 白浅走到凤九面前 一双大眼睛盯欲凤九看了许久 又回头看了看折言等人似笑非笑的表情 心中明白 这大概又是凤九惹出什么好笑的事情了 于是白浅双手环抱在胸前 脸上也是换上了一副老城池重的样子 说道凤九啊 今日你这胭脂可有些重啊哦 众人看着白浅故意挑逗凤九的模样 不禁又是一阵大笑 就连一旁的少婉 这回也是绷不住了 竟笑弯了腰 白浅满意地看着凤九一张通红的脸 伸出手摸了摸 便一脸花笑地拉着少婉走向茶席 留下凤九一人在树下一脸窘迫 众人都看着凤九 看她准备如何化解这尴尬 从小到大都是凤九捉弄别人的 可听到好轮回 这回这些人也终于可以捉弄凤九一回了 凤九此刻也是尴尬不已 正左右为难之际 听见一个声音 你的脸怎么了 凤九抬头望过去 瞬间豁然开朗 原来是吃吻和华一一同来了 华一眼神好 老远就看见了凤九一脸通红 因此便问了起来 还好华一这么一问 这才让凤九能够小小地抱负一把 凤九眼珠一转 看着华一走了过去 一把搂住华一的肩膀 一遍如同一个过来人一样的口吻说道 华一啊 我觉得呢 咱们这种年轻的小辈 还是尽量不要同这些上了年纪的尊神开玩笑 不然一不小心就会被调侃 凤九搂着华一一边说 一边朝着茶席走 路过哲言身边的时候 凤九特意顿了顿脚步 道 对吧 老 凤 黄 一字一句清清楚楚 还加重了 老 字的发音 说完 就搂着华一快步地走到位置上 两只手搭在华一肩膀上 将华一按在了座位之上 而华一 从一开始被凤九如同大哥一般地搂着肩膀 到如今的落座 华一始终是一脸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 听了凤九的话 也完全摸不着头脑 反倒是吃吻 在一边微微笑着 凤九将华一按在座位上后 便走到吃吻身边 今日的凤九颇有些顽皮 只见凤九围着吃吻向左绕着转了一圈 右向右绕着转了一圈 上下打量了三四回 尹德哲言莫冤等人都好奇地看着 但吃吻却是一派安然自若的样子 与这凤九也相处了几万年 吃吻自然明白凤九的古灵精怪 果然 凤九打量完吃吻 学着方才白浅的模样 双手环抱在胸前 若有所思地说道 吃吻 今日你有些不一样 吃吻则是一脸淡定 看着凤九道 哦 哪里不一样 难道不是同平时一样 英俊帅气吗 凤九一听吃吻的话 哭斥一笑 道 话即便如此 这种事情还是让别人说出来更为妥贴吧 你这个人怎么一点也不谦虚 吃吻瞧着凤九的模样 抬起右手 轻轻地在凤九额头拍了一下 道 哦 那东华帝君谦虚吗 说完 哲言莫冤等人连同吃吻都哈哈大笑起来 吃吻一边笑着 一边走到白浅身边落座 众人一阵大笑后便开始了互相的寒暄 这寒暄的内容无非就是从哲言 开始到吃吻来这期间凤九的窘迫事 凤九此时望着这么一群人 深深感叹交友不慎 同时也明白了凡间那句 将还是老的辣 对意思 同时 凤九虽然有些尴尬 但这种情绪很快就被眼前的景象给他带来的舒适感清宽了 此刻的青秋 阳光已经爬上了半山的山头 温暖的暖阳周围四散着光运 微风适不适地撩拨一下湖边的玉兰和菩提树 狐狸洞后的枇杷树 大概也是因为欢喜得紧 散发着枇杷独有的香气 湖边的长袭之上 自己的亲人好友君喜笑颜开谈笑风声 这四海八荒在这一刻 竟然仿佛停止了变迁 凤九看着眼前的一幕不觉发呆 玉兰花的花瓣 偶尔会随着清风飘落起半 有的飘落冒着热气的茶壶上 有的则是飘飘洒洒落在了凤九的肩膀和头发上 而凤九却浑然不知 若熟读凡间的奇书 那一定会想到 石头记中的黛玉藏花时的一幕 话与人相容 情与锦相通 突然 一双微微冰凉的手 遮住了凤九的眼睛 凤九轻轻抓住 仔细感受这双手 同时也发觉了周围的人都刻意的不发出声音 只是蒙上凤九眼睛的这双手略微有些颤动 这颤动的感觉似乎是因为那个人 正在极其费劲地憋住笑的原因 凤九感受到了这一丝微闹的变化 嘴角一勾 笑道 成玉啊 你若是再不松开手 我就告诉大家那日你同我如何说连三殿下的话了 凤九跟着东华帝君之后 不仅仅是修为提升法术精进了 就连枪人对人的功夫也逐渐提升 竟也学会了打蛇打七寸的手法 一句话 成玉立刻松开了手 从背后一把抱住凤九的腰 在凤九身后撒娇 而连颂则是一眼兴致勃勃地跑到凤九面前 眼睛中带着光泽 问道 成玉给你说什么了 折眼等人一看此情此景 乐得一笑 而后又转过头继续品茶 只是都不说话 要说啊在场这么多人 估计也就只有连颂还不能十分着准 看透凤九的性格 其他人则是对凤九十分了解 刚才凤九被大家调侃一番 心中或许正憋屈 现在连颂承玉恰如其时的出现 正好因了凤九的心情 果然 凤九一脸欢笑地看着连颂道 承玉有一日告诉我 凤九话还没说完 承玉的一双手便立刻 飞快 准确无误地捂住了凤九的嘴 让凤九无法发出声音来 连颂见状 又不好直接上手 毕竟看似拉开承玉的手 实在免不了会碰到凤九的脸 这样的情况可万万不能出现 至于原因 这四海八荒应该不会有人想不到 可怜的连颂只好一脸哀怨地看着凤九和承玉 尹得承玉凤九哈哈大笑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